比較不容易飛出來 因為它是沒有拉鍊的狀態 所以你可能跳一跳之類的 它的東西會比較容易飛出來 它這兩個扣起來 就會讓你的東西更安全的在背包裡面 而不會讓它飛出來 在胃部的時候可以在胃部的時候 就是垃圾的中間 太大聲之類的 在胃部的時候 太大聲之類的 像中間的比例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背包裡面的格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可以放平板電腦這一層 大概寫的是可以放13吋的東西 但是沒有13吋的電腦吧 有13吋的筆電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筆電 背包裡面的格層非常非常簡單 裡面只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可以放平板電腦 有一個厚厚的海綿保護的 你可以放平板電腦或是超級迷你的筆電 就是 這個背包裡面有三層 這個背包裡面非常 這背包裡面的格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可以放平板電腦 或是超級迷你筆電的 13吋以內的筆電 都可以放在這個格層 就是有一個厚厚的海綿隔層 就是可以來保護你的各種 比較大面積的裝置 中間這裡有一個 中間這裡有一個主要的格層 中間裡有一個 隔層非常非常簡單,只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放平板電腦或是超級迷你小筆電的地方 它有一個比較厚的海綿來保護你的比較大面積的裝置 第二個隔層就是這個主要的最大空間 那你裡面就看你想要放什麼東西就可以放進去 你想要放什麼就放什麼 第三個隔層就是這裡有一個小小漱口 第三個隔層這裡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彈力帶小小空間 就是可以放比較細長棒狀的東西 那我這裡放了一根三腳架在這裡面 那你其實可以放雨傘或是神奇的自拍棒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小小的隔層裡面 那最後一個隔層這個是 那最後這一個隔層是有拉鍊的 就是可以放比較重要的東西嗎 就是你的鑰匙啊、錢包啊 就是有第二層的保護 因為它多了一個拉鍊 就是他所遜色的很保持 就是他這個隔層的隔層 所以這支給你 make 就是你所以說 這個在這裡面 就是有這一個角色的隔層 所以你才能對著用這個隔層 就是這一個圤面 就是他的隔層 也要不夠用 不是有這個設計的 旁邊沒有有這個設計 就是這個配布 就是我們有這個設計 哇塞,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竟然一個背包竟然可以 好啦,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我怎麼可以把一個背包拍成一個開箱影片 反正就這樣啦 那我們就來試這個看看 到底裡面可以裝什麼東西呢 我也希望我可以把這個背包當成我的日常包包 來實際使用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就是按 planets 跟我來或者和我朋友來下面 隨便可以裝模型 你會先裝模型 ,在 plead量而 affût 我們試用一定 Flight sente ек少ris 因為就行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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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游泳卡之類的 那我也會放在這個有拉鍊的隔層裡面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就是一個簡單的小小背包 那我們就來360度旋轉一下 讓大家看看這個背包到底背起來會長怎麼樣子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